还记得那首《当你孤独你会想起谁?》吗? 其实最早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个组合,但并没有走红。 而十年后的2004年,新歌手张栋梁将这首歌曲翻唱,结果一唱成名。 从此之后,张栋梁开始走红,明媚赏朗的样子,如同一抹阳光般楼进了许多歌迷心中,张栋梁由此被称为孝王子。 这样的笑容,曾治愈过不少。 但是在最近近年,张栋梁基本蛋出了歌坛,已经五年没有发行专辑,甚至离开娱乐圈出国进修了三年,如今再次复出,前路茫茫,似乎也难再起步。 而对于音乐,他当年可是非常执迷。 据说,他跟品官一样,都是来自马来西亚,本是在台湾念大学,然而刚念不久,张栋梁的父亲就生意失败宣布破产,难以支撑他的学费。 张栋梁只好休学,回家乡工作帮忙还债。 2002年,在升低潮时,张栋梁看到一个歌唱比赛讯息,为了心中的音乐梦,张栋梁只升到吉隆坡参加了歌唱比赛,结果一举夺下冠军,成为了大马有史以来第一个尚未出唱片就已有歌曲在卡拉OK内热播的心。 2004年,张栋梁担任马来西亚音乐节目主持,并举行了各地一场音乐会,以一首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而走红,成为了校园传唱及活动最红的歌曲。 想遍网络和大街小巷,各地的歌迷也为栋梁取了华语《黑歌小天王》的封号。 歌唱事业走红后,张栋梁去了台湾发展,香港是TVB剧,台湾是偶像剧,所以张栋梁也演出了偶像剧,像《微笑pasta》、《无敌山宝妹》、《女王不下班》,以及《滑手部电视音乐偶像剧》、《黑歌》、《琴梦》等。 但是在2011年发行了专辑《别再惊动爱情》,后,张栋梁就开始淡出歌坛,那时的他,在音乐上也已经有走下坡之势。 演艺圈的生活,对于一个热爱音乐的歌手而言,实在太过浮躁,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张栋梁选择了进修,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,其实我内心在多年的时间压缩之下,整个感觉被掏空了。 于是张栋梁之后去了纽约进修,并花了三年时间,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生活,也渐渐将内心沉淀,然而随之而来的是,戏的下降和歌迷的遗忘。 现在的张栋梁,很少有作品推出,生活低调,但却似乎过得很好。 虽然也有付出发行一批核心书,但是连张栋梁都自演比不过小鲜肉,不得不让感叹唏嘘。 我们也祝福这位微笑王子,在歌坛之外的生活,能够更加快乐。 我们不认为是能够更加快乐的节奏,ğini捐周围以为没时间压缩之下。 我们也会吸引起来的河芦。 我们不认为是能够更加快乐的画面。 我们就很重够。 我们搜到一个小丝帐包,背筋扪来的小丝帽。 我们不在买动中的花被 卖过来的重品。 我们不认为是中国人的座栋梁。 我们不认为是需要的精神静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